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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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曲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社会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呢 有一个小家庭一家三口呢 他们最近呢 刚刚去这个金马轮旅行 本来是三天两夜的 但是呢 中途发现太过贵了 结果呢 缩短了他们的行程 变成两天一夜 然后呢 他们靠北靠部说呢 两天一夜呢 花了他们一千四百七十块 然后一路上呢 所有的开销跟花费 都非常的贵 贵到离谱的那种 就是说呢 金马轮那边呢 所有的商家呢 刀非常的利啊 砍到他们够够利啊 他还讲呢 他再也不要去金马轮了 ok so 老实说啦 其实呢 这种旅游圣地呢 时常砍菜头这种事情呢 我们时常听到了 ok 然后呢 对那一个旅游圣地呢 也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名声啊 啊 这个事情呢 就让我想起了 我时常在网上呢 我看到那些台湾的人的贴文啊 啊 他们时常说一句话 就说呢 呃 台湾人很喜欢说呢 坑丁啊 这个旅游圣地呢 就是被当地的小贩呢 弄垮了 啊 为什么 因为当地的小贩呢 的那个刀啊 太过利了啊 砍那些游客菜头 砍到够够力啊 然后这个 坑丁小贩卖的价位呢 他分分钟 比台北的还要高出很多 倍的那种 ok 所以呢 这个九二九十呢 这个坑丁啊 这个名字也越来越不好啊 ok 就是被这些小贩害的 ok 说其实也是一样的历史啊 啊 既然台湾人呢 可以像我们说 啊 坑丁的名字不好 被小贩弄垮 现在 啊 我们这个新闻的这位主角 他也是讲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是 他的对象是说 金马伦啊 啊 ok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了啊 啊 一个流胜地呢 真的是如果时常有这种 砍太多的新闻出来了 大家到最后也不愿意去啊 啊 金马伦这个地方 我好久没有去了 我去 我只去过一次 就是呢 我六年几十二岁的时候 那个 毕业旅行团啊 啊 那时候去那边 呃 其实没有什么回忆啊 对我们来说 金马伦是一个 很无聊的地方 啊 我还记得 那时候呢 我们毕业旅行团是一两巴士 啊 多个小孩子我忘记掉了 ok 然后 我们回城的时候了啊 啊 然后差不多要到家的时候啊 啊 然后那个老师呢 就问我们 哎 这七天里面什么地方最好玩 大家都一致的说 云顶最好玩的啊 然后什么地方最险 金马伦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还记得我们整车人都讲 金马伦最险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啊 我们小孩子去到金马伦 那时候相对的是没有开发啊 啊 对我们来说那个金马伦就是只有一个巴萨马伦 然后就没有东西 真的是没有东西啊 就一个巴萨马伦 啊 然后呢 我们是住在啊 啊 啊 类似那个 周星驰国产林医器那个 历经大宾馆这样的酒店 真的是好像历经大宾馆这样的啊 啊 相当的糟糕啊 那个环境啊 ok 啊 然后真的没有什么回忆了啊 你说他冷冷这样 云顶也是冷冷这样啊 ok 但是云顶相对娱乐很多了啊 现在 在 距离的整三十年这样我没有去过金马伦 我不知道现在金马伦变什么样子了 ok so 讲回来我讲演了就是呢 啊 在这里呢 我只能告诉大家了就是呢 第一点我要强调就是 啊我刚也举出了台湾肯定的例子 的确啊 当地的那些小贩的砍菜头的行为 会把这个旅游圣地的名字给弄臭掉 这是事实啊 如果是一川石石川摆到最后 大家对这个地方印象不好 结果大家不来了啊 啊我刚才也告诉大家 青马伦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如果在有砍菜头的事件的话 可能真的很多人都没有兴趣来了啊 ok 然后第二点我想说就是 但是呢 这个小贩的定价呢 啊本来都是一个自由市场 本来都是一个供需平衡啊 啊 so 小贩的定价是他的自由啊 你不可能像政府统治平 这样设他一个顶价啊 ok 啊 所以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供需平衡啊 就是 他们生意好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些提高咯 啊 当他们把这些提高过后 生意不好了 他们又自动会把这些降下来咯 啊 你说他砍菜头啊 你可以选择不要吃了吗 啊 我没有用枪屁在你吃的吗 ok 这种时候身为消费者的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呢 啊 我认为其实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呢 啊 要应用群众的力量在网上的力量分享资讯啊 就好像呢 现在呢 很多人呢 年轻人呢 去旅行呢 已经不是跟旅行团了 就是自由行 啊 为什么 因为以前呢 我们爸爸妈妈公公婆婆 那个年代啊 没有internet的嘛 啊 对于外国的资讯呢 没有办法及时上网找寻资料嘛 所以呢 他们就只能跟团跟压子走咯 但是现在呢 我们有手机 我们可以上网 我们可以找资讯 所以我们可以自由行吗 对啊 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们自由行的话呢 啊 我们会参考很多别人的这个旅游资讯 别人分享出来的这些资讯 包括了什么地方呢 值得去什么地方不值得去啊 什么地方的性价比高啊 这些我们都会做资料收集的 啊 每一个自由行的人啊 不可能你什么资料都不收集 买一张机票就走了啊 ok so 啊 我觉得呢 要解决这样砍在头的方案呢 唯一的方案啊 就是这个 就是通过大家勤劳分享资讯 就是呢 大家呢 啊 走过必留下痕迹啊 啊 就是大家呢 如果发现到什么地方 嗯 东西不错吃啊 性价比很高 价钱不会砍在头 然后呢 就会分享出去啊 分享在啊 Facebook啊 ig啊 小红书啊 什么之类啊 然后呢 大家看到了过后 大家就会往这些性价比高的地方去 然后呢 渐渐的呢 就会冷落了那些专门砍菜头的 啊 当然如果有人分享一些啊 那些砍菜头的黑名单的话 啊 那些就没有人要去了 啊 所以我觉得只能够通过 网络群众的力量去制衡那些砍菜头的举动啊 ok 所以 总的来说 你不可能去逼那些小贩降价 但是呢 你可以通过网络群众的力量啊 制造一个全新的供需平衡啊 只有这个方法了啊 好 这样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